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致言片语,我是双双 这期视频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刚刚开始接触攀岩的话 有哪些装备是必须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其实已经把我 这个攀岩包包里的所有东西都摆了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给大家讲 你最开始需要攀岩的时候需要带什么东西 首先呢如果你想开始尝试攀岩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有一双好的适合你的攀岩鞋 如果你第一次去盐馆 可以租那个盐馆里的那种攀岩鞋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盐馆攀岩鞋的几个坏处就是 首先它的鞋的那个橡胶的部分非常不好 所以你在穿租的鞋 可能你的运动表现就不如买一双自己的鞋更好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开始感兴趣这个运动的话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 每一次花钱去租鞋还不如买一双适合自己的鞋 我现在主要在穿的攀岩鞋呢是这一双 是牌子是So EO 然后它的型号叫做The Street Four 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呢 其实因为我觉得它的颜值比较高 相对于比较老牌的像La Sportiva或者Evolve这些品牌来说 So EO还不太被很多人知道 但它的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普遍的颜值比较高 所以我其实有四双So EO的鞋 是这一双然后同样的一双因为我这双马上就要穿坏了 但是小半码它有一双粉色的 还有一双灰色的 为什么买这么多鞋呢 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喜欢买东西 然后每次打折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吞一双 说一下这双鞋的好处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偏aggressive的 然后它的鞋底这边很薄 所以我在踩在墙上的时候 我的脚趾会比较容易能感觉到眼点 我这双鞋是买的是比我平时运动鞋号要大1.5个码 然后这里想告诉大家 其实攀岩鞋每一个品牌的鞋号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最好就是你要去试一下那个鞋再买 如果不能试不消网购的话 一定要多看一看reviews来帮助你决定你应该试哪个码 然后最好买那种可以免费退换的 然后这个鞋不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还蛮容易穿坏的 就是我这个只是穿了半年而已 然后这里和鞋头都已经爆开了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又买了一双跟它一模一样的鞋 然后这双鞋是小半码 因为我穿了一阵这个鞋以后呢 就感觉有时候感觉它的huebox不是贴得很紧了 然后这小半码鞋最开始穿得挺难受的 要花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才觉得比较合适 买这双鞋呢有一个trick 就是你可以去它的网站 送又在卖一些不同款鞋的factory blend的版本 就是说在它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粘胶啊什么的没有弄好 或者稍微有一些染色 但是完全不影响质量 然后一般就是半价处理 像这双鞋原价是139 但是我买factory blend的都是以69的价格买的 然后说到以后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开胶或者脱线的问题 我还挺满意的 对于新手来说呢 攀岩鞋其实你要知道最重要它是有不同的形状 一般新手比较适合穿的呢是比较flat的鞋 就是鞋底很平 然后当你进阶以后呢 你可能想要买稍微有一些鞋工的鞋 这里是给你脚步更多的support 但同时呢脚也会变得更疼一点 如果你新手呢买一个鞋底很平的鞋就好 而且你应该买一双鞋底比较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开始你的footwork应该没有很好 刚开始攀岩的可能脚会在墙上乱踢什么的 如果你买鞋底很薄的鞋很快就会穿坏了 说完攀岩鞋下面我们说一下攀岩的时候应该穿什么衣服 其实穿什么衣服都可以 就是一般你去gym workout的时候 穿的那种运动服就可以 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就知道我很喜欢在攀岩的时候穿裙子 这裙子其实并不是一般的裙子啦 是一个叫exercise dress 我是在outdoor voices买的 然后我大概现在有八个不同的颜色 好处是下面有一个lining 所以就是你在爬墙的时候也不会走光 每一次去爬的时候都希望可以穿上自己很喜欢的衣服 然后也会给自己爬的时候带来自信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大概一定要买 那就是一个粉袋 嗯就是像平时你看到体操运动员或者怎么样 他们在上那个灯杠的时候要双手去抹那个眉粉 粉的作用呢是防止你手出汗 然后在眼底上打滑 然后粉袋差不多分两种 一种是这样比较大的叫做chock bucket 然后一种是这种比较小的可以挂在身上的叫做chock bag 一般这种chock bucket呢在爆食的时候比较常见 因为你就直接爆食的时候把它放在地上 然后用手伸进去抹完粉出来就可以去爬了 而这个呢是绑在身上是比较适合爬绳 因为爬绳路线比较长 爬着爬着你可能要伸手到背后去抓更多的粉 所以它是挂在身上的 所以最开始呢根据你是想尝试爆食还是爬绳 你可以买你的第一个粉袋 嗯如果你两个都想尝试的话 那我建议最开始买一个小粉袋就好 然后这个小粉袋呢非常厉害 因为它是我在essie上买的 它上面有quirky的图案 然后有一次攀岩袋神Chris Sharma来我们的盐馆的时候 我还要到了他的签名 所以这个粉袋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然后攀岩粉袋里面的粉 一般呢其实你在盐馆里就可以买到 所以我建议你不用去其他地方找 如果你想买比较fancy的粉呢 好像大家都推荐这款叫Friction Labs 我最近买了这一包还没有尝试 不知道会不会比Jim的粉更好用 然后你买了之后就把它打开倒进你的粉袋里就可以 下面一个装备呢如果你抱实的话就不需要 如果你爬绳的话也是必须要买的 这个就是你的harness 中文应该是叫安全带保护带 它是一般分不同的尺寸 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你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去试一下 或者大概知道自己的腰围 因为如果这个太松的话 腰部太松的话就没有办法起来保护的作用 这个harness呢跟鞋一样 就是如果你只是想尝试一下攀岩的话 在盐馆里就可以租到 像我们这边价格大概是5块5美元租一次 而你要购买一个harness呢大概在50刀左右 所以如果你爬的比较多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 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些你可以去慢慢购入的 但不是最必须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climbing的小刷子 有些盐点在反复的被别人爬了以后 它就会变得很滑 上面都是别人出的汗呀什么的东西 然后只要用这个小刷子 把上面那些残留的粉呀什么的给刷掉 这个小刷子最开始不是很必要 因为盐馆里一般都会配有刷子 或者你管别人借一下就好 而且它是一般比较 接下来一个呢就是你在爬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手指就会受伤 这时候呢比较有效能让你继续爬墙 并且防止手指继续受伤的办法 就是用胶条缠在手指上给它一些支撑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用这种普通的白色胶布 后来我发现我会对那个胶布的一种成分过敏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没有那种latex的一种胶布 然后它对我来说很好用 而且关键呢它的颜值很高是粉色的 所以我就会每次判研之前 或者slopers大圆点的时候呢 很容易造成手挖的损伤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些不是攀岩砖用的 就是在药店或者amazon就可以买到的 还有呢就是当然你需要补水 需要带一个大的水瓶 这个东西是warmup用的一个袋子 就是能让我比较好的去热身我的肩膀和胳膊 然后最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攀岩的包包 其实我就一直在用一个很普通的gym bag 就平时workout也会带了一个 也会用的一个这种duffle bag 然后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往里面一塞 然后带着去盐管 如果是户外的话 我一个更专业一点包包 因为里面有要有很多不同的小口袋放不同的东西 但是对于去盐管来说呢 你可以就随便用一个你的书包或者单筋包 能放下这些东西就好了 作为一个想要去尝试攀岩的新手 你真的并不需要太多的装备 只要有一双适合你的攀岩鞋 然后有一个小粉袋里面装一些眉粉 就可以开始尝试报时了 如果你想尝试爬什么 再买一个安全保护袋就可以 剩下所有其他的装备呢 你可以慢慢入坑慢慢挑选 我听说国内的很多盐管都已经要逐渐的开门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结束这项运动的话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在美国盐管都还是关门的状态 但是呢不妨碍你可以先买一买这些装备 然后期待盐管重新开门的那一天 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关注志愿片语频道 我们在YouTube和B站上都会同步更新 然后也欢迎你们分享给周围 你们一直想安利 想让他们开始攀岩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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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